姚明铺小时候被2米06正海霞带着玩去和平饭店,吃大餐几天吃不下饭 9月1日消息,今天中国蓝鞋主席姚明接受了杨氏风云会采访,谈到了自己本次亚运会的主要工作,中国男蓝和CBA的发展 他还对于孙杨本次亚运会上穿个人赞助商服装领奖仪式,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姚明观战中国男蓝张斌问道女蓝比赛中,队员们为成衣各圈讨论,而姚明站在旁边没有发话,谈到自己在国家队什么时候会说话 姚明说,我觉得一个队里只能有一个声音,应该是主教练,所以我尽量不说话 如果要说的话,我私下会和主教练进行沟通,技术层面的沟通,两方面,一方面我也是篮球出来的 另一方面心里面有时候确实有点痒,但是不同的工作我们应该承担起不同角色 不能越界,张斌问道男蓝第一场险胜菲律宾,姚明在场边观战表情十分严峻 姚主席说,还是那句话,球队只能有一个声音,我不能说话,我应该做我该做的事 后勤保障,其实我也没做多少,协会,工作人员都做了 更重要的应该是主教练的声音,这样的话,我认为他场上的协调会更加顺利一些 我的工作职责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把我放在那个位置去看 当然我应该去承担责任,如果有什么是责任肯定是我的,无需质疑 第三点,我当球员的时候也是这个脸,对于中国男蓝分为红,蓝队的成果和评判 姚明说,首先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打分的比不在我手里 那你认为谁打分,最终结果还是,各位媒体老师和球迷朋友去评判,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的评判 而问到目前CBA的竞赛氛围和观赛氛围目前不是太理想 姚明表示,NBA也不是一天之内就塑造成功的 大家也习惯了,NBA所带来的视觉盛宴 我记得小时候,85、86年的时候,搞了一个新老女蓝的联谊 在上海的和平饭店聚餐,我父母带我去了 我母亲老女蓝的吗?我记得一个特别高的阿姨陪着我趴在地上玩 后来一想,郑海峡中国女蓝2米06的巨人中风 说到这,姚明大笑起来,在那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你想象一下8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上海外摊和平饭店吃顿饭 我回到家有几天饭都吃不下 为什么,一个落差,有了比较,球迷对CBA的这种爱之身,则知切 我们都看在眼里,相信我们,我们也是有热情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CBA比赛越来越像NBA,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共同目标,第一个需要时间,第二需要资源,第三个需要开放的心态去学习,融合 借鉴很多管理思想包括文化大融合 张斌又问他在适应CBA复杂的情况变化,时是否会有撞墙的感觉 姚明皱皱眉说,撞墙是做任何事的一个部分啊 关键看你有多热爱你的事业,如果你有足够热爱的话 想象一下,观众朋友们追过你们的女朋友吧 肯定会碰到各样的,是什么使你们坚持下去 这是一样的,有意思的是,节目最后,张斌间接问到了姚明 对于孙杨穿衣门的看法,其实这次亚运会有很多话题 刚才采访之前,姚明非常坦诚的跟我说 你看,我穿上这件外套,就是一种态度的表现 这个态度特别可贵,因为他可能会告诉很多运动员 怎么行为怎么表达,你应该是他们的前辈,也是榜样 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因为这个举措挺让我内心感到尊重 孙杨穿个人赞助商3610奖,这个问题挺难回答 姚明沉吟片刻说,怎么说呢,某种程度来说我是始作俑者 张斌说,因为当年的两种可乐,对,两种可乐,还有穿鞋等等 我都是最早开始这种冲突的东西 现在我突然从甲方变一方了,从运动员成为管理者 我想说的是,是不是在乎 张斌说,谁在乎,姚明说,作为参赛的一份子 可以是运动员,可以是运动队,可以是管理者 我们看我们在乎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足够在乎,足够热爱的话 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去解决的,就这么多了 张斌补充,大家如果能够,体会到姚明的成长历程 过往经历,会了解姚明在讲些什么 一个运动员的利益价值,一个运动队的利益价值 一定会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它 我们也期待运动员能够找到很好的路径 很好的保护自己 也让自己的利益最大的释放和获得,和主持人 感谢您的利益价值